嗨大家好我是Ben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包管是14吋的筆電包 14吋的筆電包 那筆電包大概可以分有最小一點12 然後14、15、最大好像到17 那我們今天是介紹比較通用的14吋的 那像這個就是我手上的14吋筆電包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裝給大家看 那這是我今天介紹的最基本款 都是純素色黑色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用背帶的話 就是這樣拿 然後它背後 所以很簡單非常簡單的一個筆電包 那我稍微用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這是14吋筆電嘛 那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像大部分的筆電包它就會附一個側背帶 所以你可以把它掛在你的兩邊 所以你可以把它掛在你的兩邊 它尺寸是OK的 然後你購買錢啦 它其實都會寫適合的 包包都會寫適合的筆電尺寸 所以要注意一下 然後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除了放筆電以外啦 那其實它還是很多的工人 譬如說 有類帶 然後還有筆帶 還有拉鍊帶 所以基本上譬如說 可能我想要放書啊 或是放水壺 基本上都可以 所以 你不一定要拿來裝筆電啊 當然 那你還可以 當一般的公式包 或是出差的包包 或是業務的包包這樣 那它非常多的內袋 那後面也有 那這是我們介紹的第一款筆電包 然後它是以全宿色 那第二款也是素色的 那它比較輕薄一點 它就更適合拿來當 就是裝筆電用 然後 這次我會示範一下 它的側背帶 那側背帶背起來 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這個背帶啊 它都可以調整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的身高問題 然後這款我也是裝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沒有裝之前就是長這樣 就是 純素色的 然後它有分兩層 這款有分兩層 每一款筆電包 它其實都會有差異啦 不會說完全長一模一樣 那我來裝 我把它裝在後面 你看它尺寸剛好 很合有沒有 所以在購買前要先注意一下 它的筆電的尺寸 所以它比剛剛那一款輕薄很多 那你第一層就可以拿來裝你的一些文件 那接著第三款我是來介紹最厚實的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 你會發現它比較厚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是跑業務啊 或是那種 你有很多文件 就比較適合這種 因為它的 容量比較大 那當然它旁邊都會有一個側背帶 然後我稍微介紹一下它的內 像它這個功能就非常多 你看前面有拉鍊帶 然後側邊也有拉鍊帶 正面有兩個拉鍊帶 然後還有兩個內帶 然後後面 後面也有 然後它總共有三層 一層兩層三層 所以非常的豐富 然後這個 這個我就不裝筆電啦 因為它其實也裝得下 它就是十順筆電包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第一層 像這種筆電包啊 它其實都會有防水功能 為什麼 因為筆電它就是需要防水 不然就是 不小心進水的話也比較麻煩 然後這一款有一個 比較好的特色啊 它其實可以稍微放大 因為它這邊 這個拉鍊其實是可以稍微放大的 所以如果你東西比較多啊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然後它的 這個 背帶部分 它都有做夾 密 縫的比較密一點 因為如果你拿一拿一拿 這樣筆電如果 斷掉了 那你筆電可能就毀了 所以筆電包你要購買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 它的密合度 跟緊實度 重點是還有防水 那最後一款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雖然不是14寸的筆電包 但它就是一個小筆電包 就是如果你的筆電比較小的話 你就可以適合這種 像這種啊 就是 不適合放14寸 因為我這邊特地拿一個給大家看 你看喔 它是10寸筆電 那這個你看 它 完全 已經 一模一樣了 所以你在購買 雖然這個也蠻好看的啦 但就是它比較 就是它 只能裝那種 可能13寸筆電這樣而已 所以購買要稍微注意一下 筆電 第一個是你筆電的尺寸 然後第二個是筆電包的尺寸 當然才不會買 裝不下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囉 那先這樣子拜拜 拜拜